叫出來當然可以 一樣的叫出來的方法 好了 發屬右鍵分析說明減少的情形 可以嗎 好了 可是我剛剛請你們記那三個業務組 我們這邊不是已經算好了 所以我們點一下好不好 你看他這邊說最多的是不是就這三個 你還記得我剛剛念的那三個嗎 那高頻 因為他算的是那個比例 他算是那個比例 那個這個為什麼沒有在那裡面 這我做不太曉得 你看發屬右鍵分析說明減少的情形 你要用比例來算喔 滑鼠右鍵分析 滑鼠右鍵分析說明減少的情形 高頻 高頻 然後中區 然後台北 高頻 是在這邊 就是 就是 從這一年 變到這一年 他是不是在減少 然後他認為 他認為說 台北 台北本來是超過的 台北本來是超過的 對不對 然後呢 到了2016年 台北是下降的 那個變化 是很大的 聽得懂喔 這不是我算的 還有高頻 還有高頻 好 本來在這裡 高頻是超過的 對不對 然後 接下來 2016年 他是下降的 他是比較小的 比較少的 有聽懂嗎 這樣子的一個 變化的比例 是在前三名 這樣有聽懂 這不是我算的 這是他裡面 他就自動幫我們算出來了 可能 可能中區在第四名吧 好 那 有聽懂 這個自動分析喔 所以你不能不知道 這個說明減少 而且通常 當你第一張群組之跳圖畫完的時候 你就可以開始講故事了 舉例來說 老闆是不是也關心 這一年 這一年 法屬右鍵 分析 這個就變成說明增加 好了 對吧 你是不是要去說明增加 請問 有沒有可能說明2021年減少 不可能 一定要說明說 他跟前一年比較 好 請問一下 有沒有一個功能說 東區變到中區減少的說明 沒有吧 有聽懂嗎 所以你這邊用滑鼠右鍵 分析 找出此分布的不同 就是 他 這兩個的比較 只能比分布的不同 所以聽懂 剛剛我覺得在這個地方自動分析 你在分析的就是說 當這個大幅的減少 你要分析的是這件事 可是到底什麼叫分布的不同 所謂分布不同 簡單的來說 就是說 假設 可能 可能 醫院性質 醫院 那個地區別 好 那個 是不太一樣 可能就是說 假設 東區 會是以大的醫院 中區 可能是以小的診數 這是分布的 一定要比較分析 但不是在我今天 所想要跟你們分享 通常你要知道 有連續關係的年 所以請你用滑鼠右鍵 你可以去分析去說明 增加 或減少 可是 當今天這是沒有連續關係的時候 你就不能說明增加 或減少這件事 因為沒有人要去說明說 高頻業務的變成北區業務主的減少的原因 對不對 這兩個是完全沒辦法解釋這件事 好 有聽懂我大概在說的意思 記得 就是只有這張圖 我們通常會去再做自動分析 從這張圖裡面 我們大概就可以知道 這件事 還有這件事 絕對他會有講到是哪幾家醫院 好 我們來去看 就是分析說明減少的情形 一定有講到醫院 我看一下 這個是 這個是業務主 那請問這個是什麼 他就說醫院了 有看到嗎 全民醫院 全民醫院 大順醫院 幼民醫院 請問這三個醫院 這三個醫院是在我們 那個 中部嗎 幼民市 我的意思說 我們現在來去看一下 幼民醫院 就是2015年它可能很高 可是2016年它就減少很多 好 我們來去找找看 2015年 中區 因為幼民醫院在我們中區 我剛剛為什麼特別問你們這件事 Ctrl鍵按住 點一下中區 好 幼民 幼民因為很高 所以我先找高的 找不到欸 請問 請問幼民醫院在 用民醫院是很小的醫院嗎 地區醫院 那算了 那個地區醫院 如果說它那個 就算變很小 也是因為人數很少 所造成的一個差異 好 所以我不找那個 先不找那個了 你們自己有興趣的話 你們自己再去找一下 好